说圣人一块锦儒教 天师一块经鬼神 僧家一块宣佛法 道家一块入玄门 一块落入江湖手 流落八方劝世人 湖海斌棚若供我全凭记忆 论家门 一首残词道罢 咱们是接演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今天就说到第三十回 刚才跟朋友们聊半天了 终于到了第三十回了 二十一回到第三十回 这个大包 今天就算说完了 咱们内部直播这群里边 今儿叫合同年 今儿得给大家 慢慢力气 占完成千古的名书 这回卖完力气 还得指望大伙续费 当然咱们直播群里边 因为咱们这节目 也放在喜马拉雅上播 喜马拉雅上的各位 不用花钱也能听 那是免费 但是有一样您慢 我们这今天说的第三十回了 喜马拉雅上十三回 且着呢 是吧 而且我们这群里边 热闹聊天 我们还送鞋 送各种礼物 好玩 这个刚才 这首定场诗 也有点意思 是吧 圣人一块 景儒教 天师一块 景鬼神 僧家一块 宣佛法 道家一块 入玄门 一块落入江湖手 流落八方 就劝势人 说的什么 说的就是我们说书的 湖海宾棚若共我 全凭记忆论家门 大伙您要喜欢听 说什么叫 湖海宾棚若共我 全凭记忆论家门 您喜欢听 您听我是哪一门 哪一派 我光说我拜的这个师傅 拜的那个师傅 是吧 求名师 访高友 我往这汤汤汤 这么一说 大伙一听不怎么样 起哄花全散了 一分钱 你挣不着 所以干我们这行 甭管您是拜的什么师傅 您是拜没拜师傅 全凭记忆论家门 一张嘴 行家一听就知道有没有 大伙爱不爱听你 就靠这个 前面的这几句讲的 就是我手里 一块落入江湖手 这个流落八方 劝势人 我们说书的 这个这块小木头呢 在不同的人手里呢 它名字不一样 这个前两天 我们公司上崇礼 做活动 我们甲方 我们爸爸 我们爸爸 我们爸爸是个女士 是个女士 但是也不能叫妈 是吧 还是得叫爸爸 我们吃饭的时候闲聊 说又杨老师 您这个三国说的真不赖 您这爬这 京堂木一拍可厉害 我说这不能叫京堂木 我竟然纠正爸爸 你说 好 我也是活出去了 但是这个事上不能马虎 是吧 不能马虎 我说我们这不叫京堂 我们这叫醒木 说书的这叫醒木 京堂那是文官 文官京堂 武将虎威 和尔老道 镇院治病的大夫 这叫鸭方 鸭方 鸭方 落得我们说书的手里边 这就叫醒木 一块落入江湖手 流落八方 劝识人 慢慢说 就靠着一块醒木 巴达巴 巴达巴 咱们一说 这个 这个前两天 死爷两夜 宣男书馆 死爷两夜 给我发这个微信 因为他也知道 一直我在线上 在这直播 说书 因为到现在为止 等于北京 这个宣男书馆 还一直不能在线下开书 因为疫情 不能开书 还没开箱 大伙不能 传一块听去 那娘几个 也不能一直老不说 是 这个后来他们和一个书店 一块合作 在线上 也说书 也是直播 这个亮燕找我 说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是这么安排的 你回头有机会 得空 帮我们也宣传一下 说您这流量高 没有了 没有奇迹了 流量太高 人家知道 没有 他们不知道 流量高 帮我们说一下 后来我说 我说你们 你们就是 怎么个直播 怎么个卖法 怎么个卖法 他说 他们分两场 四爷梁燕和贾林 俩人是一人一段书 这俩人一场 梁先生和月波 这是一场 就是说梁先生和月波 那场味大 那盘大 是吧 梁燕和贾林 这场就是 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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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先生和月波那场 就卖五块 五块 老太太和月波 一人一小时 老太太说三国选段 具体说哪段 我不知道 月波说的 聊斋 梁燕和贾林 那个卖两块 两块钱一场 也是两小时 一人一小时 这么说 哎呀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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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在卖便宜了 哦 我真的 我跟四爷说 我说你们 卖卖还是卖 卖便宜了 这个 后来梁燕说 说老太太说的 就不为挣钱 要给影响 就这么多 就为了让人 让更多的人来听 我说这个事是这样 我说 乐意花两块钱 听书的人 我乐意花五块钱 听书的人 他就不怕花十五 是 不怕花十五 哎 这个 呃 我说不为挣钱 都不为挣钱 嗯 是吧 都不为挣钱 你一个人卖五块钱 一张票 能挣几个钱 说白了 几百人听 是吧 我说我们说出 嗯 我 听一场 我这说一回 一个人合十来块钱 嗯 十五六块钱 十六块钱 嗯 是吧 但即便一个人卖十六 咱们这个十回一个包 是吧 十回一个包 呃 咱们卖一百六十多 一回合十六七块钱 咱也不为挣钱 那能挣几个钱 嗯 是吧 但是呢 有一个门槛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说确保来听书的 来线上听咱们说书的 都是真正的书作 都是咱们的铁粉 都是爱听书的人 然后咱们创造一个氛围 我说这个氛围 比这个钱重要 哎 大伙来听这都是真心爱着的 嗯 哎 我愿意花十块钱 花十五 花二十 我上网 我听评书 听俩友说 这是真正的书作 哪怕来了 啊 您 这个咱今天挣这钱 我买成东西 买成礼物 我抽了它 我都反给您 就跟我们送鞋似的 咱送鞋 送几十双了 对吧 哎 这个 完全都不为挣钱 送鞋送东西 咱送多少 是 对吧 哎 但是呢 咱们要这个氛围 嗯 就是真爱在这听 真爱听我们说 这些朋友聚在一块 我说这很重要 嗯 您卖太便宜了呢 呼扬呼扬 好像进来很多人 这些人呢 可能有的人猎奇 没听过 嗯 哎 没听过 在里边 现在又有弹幕 我在底下 说什么都有 您一看 您还挺闹心 哎 我说你跟那个 你跟联系上说 跟老太太说 你说我的意见 我说两块五块 嗯 太便宜 四爷一听说 您这说的确实 有道理 有道理 跟老太太说 不知道他们下回 抬不抬价 哎 咱们这个群里边 有有听这个 轩男直播的 但凡他们下回 抬价了 嗯 那就是听我的了 我又当坏人了 哈哈 你坏坏 哎 我当坏人了 我知道大伙也不在乎 是吧 最主要的是乐意听 哎呀 闲言少叙啊 嗯 这这就不少了 哈哈 这就不少 又十分钟了 闲言少叙 咱们是多放白糖 哎 咱们接演这部 长篇评书 三个演绎 上回书 就说到 袁树袁公路 书不见亲之计未成 嗯 这计策没事成 被陈登陈元龙的父亲 陈规说破 哎 吕布啊 这个都把闺女 给送出去了 派张辽张文远 帅铁技又给抢回来 把袁树这边提亲的 这韩印 这谋士 也给 也给抓回来了 哎 呃 吕布 起兵 攻小配 因为张飞抢了吕布的马 刘备守不住 小配 刘备 走许昌 上许都 投奔曹子去了 曹子的封刘备 玉州目 给刘备三千兵 一万胡粮 让刘备 进驻 玉州 冰封所向 就直指 小配 和徐州 曹子说 我与你 就是加攻着 吕布 兵马还没动呢 有流星探马 就传来消息 说呀 说这张继 红龙张继 起兵攻南阳 南阳这时候 在袁术的手中 张继起兵攻南阳 被刘夕所中 哪儿飞了一案件 让这刘夕给射中 给射死了 张继之职 就张秀 以贾许为谋士 就兵屯婉城 抑郁禁犯许昌 要打许都 曹曹文言大怒 庶子焉敢罚我 说甭等他罚我 咱先起兵 罚张继 取婉城 但有一解 咱们要起兵 取婉城 这吕布在徐州 徐州下批 小配这一代 都归吕布了 如果咱们攻婉城 吕布袭我之后 如之奈何 吕布偷袭我 咱们办 徐玉说了 说主公勿忧 吕布这人 目光短浅 无谋之辈 您派人 到徐州那见吕布 封赏于他 赏赐于他 皇上 加官进决 给钱 好言的抚慰 就说 听说你跟刘备 打起来了 本来 已经封了刘备 徐州牧了 听说你跟他 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刘备跑了 你不是占徐州了吗 行 那徐州牧归你了 我们好商量 咱们好拆队 归你了 给你加俸禄 是这样 咱们祸一祸 这个悉尼 你跟刘备 你们俩 两个小朋友 咱们别打了 咱们好好处 好不好 钱也给了 官也疯了 咱们就这么地 吕布 必然欣喜 吕布就这么点出息 目光短浅 然后呢 咱们就腾出精力来 咱们就兵法晚城 曹操一听 文若好计 就一计而行 果然吕布 一封关受伤 吕布高兴了 没了 不理得着了 刘备呢 进诸 豫州 那还等曹操信呢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说曹操打晚城去了 没我事了 刘备也只好在豫州 就按兵不动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咱们就放下这边 单说 曹操 曹蒙德 就兵分三路 起兵十五万 以大将夏侯敦为先锋 夏侯敦领的是青州兵 青州兵啊 那是曹操最亲的兵 子弟兵 子弟兵 起兵的时候 破黄金 领的就是这个 这个青州兵 兵风所向 直逼晚城 直至 玉水下宅 这个玉水呢 就是晚城的 这个 东北啊 这一条大河 这个玉水呢 也叫白河 这个玉水尝了去了 是 从河南境内 从河南啊 嗯 流到哪呢 流到湖北 到湖北 襄阳 所以这 这河很长 您看啊 玉州墓 玉 刘备这 玉州墓也在河南 在河南边上 晚城 在许昌的南面 等于呢 也是在河南边上 嗯 所以这玉水呢 打河南流呢 一直就流到湖北 哎 这个 这部书呢 您再往后听呢 呃 这个白河呢 不止在这一回 战板城里边出了 哎 到后边 刘备 投了刘表了 刘备居心也小现 曹操还是大将 夏侯敦为先锋 李典越近为副将 大军十万兵封所向 直指心也 嗯 让诸葛亮一把火 火烧伯望 嗯 是吧 后来蛇战群儒的时候 诸葛亮吹自己 是吧 说人 这伯望烧屯 白河用水 虽孙无知用兵 就莫过如此 诸葛亮吹自个儿 嘿 伯望 一把火 然后在白河 关共一放水 嗯 咽了这个 夏侯敦的人马 嗯 大破夏侯敦十万兵 所以您的白河 在那儿还能出现 哎 这个在 那是在 新野边的 湖北境内 这个呢 是在 在这个 河南境内 嗯 冰底 玉水下寨 在这儿就 扎住银盘 早有流星马 就暴入晚城 就跟张秀说呀 哎 主公大事不好 嗯 曹曹 发兵十五万 夏侯敦 唯先锋 已经是冰底 玉水 张秀赶紧 把贾许 贾文和 请来 那 张秀 对贾许 那是言听几从 非常的尊重 哎 贾先生 曹曹 冰封所向 直逼晚城 现在 前锋 已经到了 玉水了 啊 大军十五万 以你来看 咱们就是如何的抵挡 贾许说 依我看 只有一策 即将安出 咱投降 啊 哈 贾先生 真的没有别的折了吗 嗯 主公 真的没有别的折 但凡有折 我都告诉你 哎 贾许这人就这么脆 你知道吗 就这么脆 没废话 打得过咱就打 打不过 咱确实打不过 没法打 哎 打不过呀 咱就行 哎 我料曹操不会拿主公奈何 哎 只要咱啊 这个纳土归降 曹操必然是善待主公 哎 毕竟主公与曹操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哎 张秀 对贾许 言听计从啊 啊 贾许辅佐他输 那就多少年了 哎 一听 那既然如此 就依贾先生所言啊 啊 不知道贾先生 能不能劳动您一趟啊 就辛苦贾先生 前往曹营请降 哎 到第二天 贾许 有几记人保着 坐上马 直抵御水的曹营 进曹营 面见曹操 跟曹操一说 国主张秀 请降 曹将军 天威浩荡 兵风所致 啊 我们呢 不做任何抵抗 哎 三国演义原文是写 说曹操自以天下之势 贾许就对答如流 具体说什么 这原文是没写 但是曹操问什么 贾许答什么 答得跟蹦斗一样 奔脆 曹操一听 呀 此间有如此高人啊 啊 不知道贾先生 您怀疑如此的京士大财 愿不愿意就留在我曹营之中啊 为我效力 曹操爱财啊 贾许站起身来 冲曹操身居义公 说贾某昔日 曾为那李爵效命 李爵国寺乱长安 昔日为李爵效命 我就得罪于天下 我们把天下人都得罪了 那李爵呢 多少坏主意呢 都是我出的 我这人出主意可独疾了 甭管他是谁 反正我就出主意 哎 呃 实不足以为曹公效命 今日呢 张秀对我又是言听计从 故某不忍弃之 过去我干过坏事 您要让我为您干不太合适 现在呢 张秀对我不赖 我说什么 他听什么 我不忍弃之 哦 曹操一听既然如此 那也不要勉强贾先生聊 就有请贾先生 你回得晚城 引纳张秀来降 恕不要麻烦 贾许回晚城第二天 引着张秀 端着府排印信 就来到玉水 曹操的营中请降 哎 张秀 对曹操 毕恭毕敬 跪倒于地 那祥 曹操呢 一看 张秀确实太独测 曹操 带张秀 甚厚 哎 对张秀 也不赖 哎 这个张秀 就把曹操啊 就 接入晚城之中 曹操带着兵 进晚城了 能囤进晚城的军队 囤进晚城以内 囤不进晚城的军队 囤于晚城之外 哎 这个进了晚城 呃 张秀 引着曹操 到处咱们转一转 看一看 每日就与曹操 饮宴 天天喝 哎 带曹操 非常好 曹操在这 每天还喝的 还挺高兴 哎 这人马呢 就跟晚城 驻扎去了 曹操呢 也有心 好好的 结识张秀 嗯 咱们上回书 说了 这个三国二十四名将 张秀呢 武功不赖 神枪张秀 是 三国演义里面说 也实里有 是 小说里有 啊 又得此原上将 曹操有意 结识他 想要和他 多亲多近 日后再重用于他 因此就 驻兵于晚城 日日与张秀 饮宴 天天喝 天天喝 哎 喝的不是美 一来二去呢 在这个晚城呢 这个日子 闸下呢 就不短了 哎 每天这么喝 每天这么喝 离了许都 离开家里人 出来日子长了 哎 行军打仗 兵营里头 素的 天天晚上喝酒 嗯 哎 喝完了之后啊 哎 日子这么一长啊 哎 哎 有时候啊 就有点啊 他就白转劳心 他烦得哼 哎 你知道吗 烦得哼 嗯 哎 这个圣人有这么句话 哦 什么呀 说保暖 思 那个 哎 思那个 哎 有这么一天 有这么一天 嗯 又喝多了 哦 啊 这酒也没少喝 嗯 菜也没少吃 哎 喝痛快了 嗯 哎 晚上张秀派人送曹操回得曹操迎仗之中 嗯 曹操回到自己寝仗里边 看左右都是近视 嗯 哎 都是身边人 曹操醉眼朦胧啊 嗯 啊 醉眼朦胧 坐在床上 按说就该安息了 嗯 嗯 啊 就该安息了 主公给您洗洗脚 啊 给您 这个换换衣裳 您就上床 睡睡觉吧 该歇了 打钻近视打钻 往往床上给周曹操甲腿了 曹操往这个往这床上这么一坐 哎 双目迷离 哎 小脸喷红 嘿 哎 今儿晚上反正我就不想这么简单的睡觉 哦 哎 看了看左右的近视 左右 嗯 主公 我来问你 嗯 哦 主公 怎么着今天有什么要问的呀 啊 平时这点就睡了 嗯 这完成之中 可以哦 KTV吗 哎呀 想找会所 主公 KTV有 晾饭室 啊 晾饭室 咱可以买饮料进去 随便喝 不花钱 哎 怎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我讲的不是哪个 那主公您讲的是哪个呀 哎呀 我是问这晚臣之中 可有 早堂子吗 哈哈哈哈 哎呀 主公早堂子 有 哎 也有 有一家叫清华池 搓后背搓得可好了 擦擦擦擦擦擦的可带劲 嗯 哎 哎 清华池我还不知道吗 嗯 在胡广会馆对边 啥也没有 嗯 纯绿色呀 谁去那儿啊 绿色的不去 不去 不去 哦 主公那您到底是要什么呀 我什问 这沉重 可有死霸吗 死霸呀主公 好像对面有那么一家 太是的 特别会窝腿 嘎嘎嘎嘎的 你们怎么听不懂老夫在讲什么 主公我们是听不懂 我是问这陈中 有鸡没有 主公 我们刚跟您回来 您晚上就吃鸡了 您跟张秀那没少吃啊 铁锅炖的 红烧铁锅都有啊 你们这包废物 哎呀 听不懂我讲什么呢 半夜叫鸡 就在这时候一条帘 曹森一瞅 这是自个儿的侄子 叫曹安民进来了 这位进来了 大侄 大侄 来了 曹安民进来一瞅 这帮内侍 这帮傻子 出去 说什么呢 我叔叔为什么 你们听懂听不懂啊 主公要什么听不明白啊 出去 都轰出去 说 您要什么 您跟我说 哦 安民 我来问你 这晚成之中 可有 记女佛 各位 三国演义原文 刚才说那些都不是原文啊 不是吗 三国演义原文 这晚成之中 可有 记女佛 哦 好家伙 曹安民说 妓女 妓女我没听说 说 但是 昨儿晚上 在咱们 这个 这营帐边上 管设之策 我就建议 妇人 是生得极其的美艳 看您岁数 仿佛可是不太小了 但是风韵犹存 当时我就打听了 文庭人言 这是张秀 他书 张继的媳妇 生得是颇为的美艳 主 您要闲着没事 要不然 我给您掌来 您得着 既然如此素素 是率五十甲兵 与我取来 取来 原文写的好 命曹安民率五十甲兵 立刻取来 说句东北话 这叫求 出去求去 把他给我求来 这个 就咱们这段书啊 咱们这段书挺有意思 您这是曹操也 还是曹山也 反正呢 为了说好今儿这段书呢 我也听了不少大家讲 听了不少大家讲 这个我特别 听这个袁阔城先生说这个三国 袁先生三国最后名 我听袁先生讲 袁先生呢 把这段呢给改编了 湛晚成 玉邹氏 张继之妻 张绣的沈娘 这段袁先生给改编了 袁先生给改编成什么了呢 说这曹操一完试之后啊 他也没说曹操天天跟张绣喝 曹操一完试之后啊 在晚成以内啊 他要看一看当地的风土民情 逛逛大街 坐着车的逛逛 这 哎 哎 就在大街之上 嗯 哎 曹操这车呢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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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这么走 那边呢 有辆小车呢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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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走 会车 俩车这么一会 曹操打这车 挑帘往外一看 那小车上正好有一人也一挑帘 曹操一瞅 呦 你一挑帘 露出 那么半张脸来 油爆 琵琶 半遮面 哦 这女子生的是好生的美艳 嗯 就看见这个 这个 这个 邹师了 嗯 就是说 俩人是偶然碰见 偶遇 偶遇曹操心里 咯噔这么一下 嗯 哎 咯噔这么一下 哎 这个回去之后呢 嗯 回去之后呢 曹操没当回事 还是他这侄子曹安民 坏人都让这侄干了 你知道吧 这侄是大坏人 曹安民 看晚上 曹操跟屋里落饼 辗转反侧 主动过来说 叔 闲着没睡呢 曹操说我没睡呢 翻腾的 啊 翻腾的 我来问您 白天呀 我跟您在街市上 这么一走 那边过了一车 巴搭一条帘 嗯 哎 您这边一条帘 就好比啊 西门庆看见潘金帘 是一样一样的 你知道吗 哎 就差那边呀 打楼上啊 掉这个东西的 往下 掉这么个杆了 哎 这么一个偶遇 是吧 您是不是 看上那个女子了 嗯 曹操还这儿装呢 你这儿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胡说八道 哎 我听不懂 这曹安民 哎 使劲的窜腾槽了 干脆我给您瞧来 您瞅瞅 哎 把周氏这么一瞧来 一看周氏容颜美丽 曹操才动了烦心 这袁先生改的这段 您听袁阔城先生说的三国 这个就按我刚才这个这么说 您可以这个上喜马拉雅搜一搜 袁先生的三国演义 哎 我这么一琢磨的 我听的时候我就乐 哎 我这么一琢磨呢 就是说这个袁先生为什么这么改 哎 我想呢 袁先生他是说高雅的书 哎 他呢 新社会 袁先生能能 这个在评书这个行当里边 干成那样的大家 他说的书 无论是 袍带还是这个短打 还是解放的这些个题材 都很高雅 哎 这个去其糟粕都取其精华 尤其是三国演义这样的书 就帝王将相才子家人 一定要往高雅了说 曹梦德 在三国这部书里边 一代的雄主 三分天下 位最后最大了 天下的雄主 是吧 这人呢 就好像我感觉在原先上的书里边呢 呃 我不能干这么肮脏龌龊的事 哎 如果曹操这样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政治家 这个文学家 干了这么肮脏和龌龊的事 好像就没法跟听众们 跟书座们 听书的小朋友们交代了 哎 哎 我感觉啊 这个 这个 是是是这个意思 哎 呃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其实咱们说书 咱们刻画人物 嗯 就是 切记一点 就是脸谱化 对 是吧 这人是个好人 他这辈子干的所有的事都是好事 这人是个坏人 他干的所有的事都是歹事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嗯 如果是那样就不成其为一个世界了 世界是多么的多元 人性是多么的复杂 您看世界上那些大善人 干了多少善事的大善人 他这辈子背不住干一两件混蛋事 是 你看他大恶人判了死刑的 嗯 在监狱里边判了死刑大恶人 他这辈子 我猜他必然也起过一两回的善念 也干过一两回好事 是 一个人善不是善到底 恶不是恶到底 咱们刻画人物不在脸谱 而在鲜活 嗯 每个人有自己的特征 人各有一号 是 更何况曹操这一号 就天下皆知 谁都知道 他就号这个 是吧 你要年轻轻黄花大闺女 他还不号 就号别人的媳妇 这不是咱们说 也用不着咱们宣扬传唱 是 打历史上到现在一提草草 大伙都知道他这毛病 嗯 就喜欢这个 大乔小乔喜欢 那也是因为嫁给周瑜孙策了 是 要是大乔小乔是黄花闺女 未必喜欢 是 是不是 而且呢 说实在的呢 这个 人性就是这样 实色性也 爱美之心 就人皆有之 对吧 曹操晚上喝多了 晚上睡不着 这也是有的 很正常的事 这个事也谈不上呢 说是曹操的一个污点 那城里封闭的 是难道 也谈不上 还是毛批三国 毛东刚先生 批的好 他说你看 曹操好色不好色 好色 是吧 还有谁好色 传统来说 正统书 就说霍乱天下 就是曹操和董卓 卓操这是一党 是的 是吧 曹操好色 董卓呢 说这个也好色 是 是吧 董卓要不为貂蝉 说你可能觉得他 他完不了 说但是为什么董卓好色 他完了 曹操好色 他没私了啊 对啊 哎 皆因为呢 董卓呢 是被其心服猛将所判 嗯 说董卓 为什么死 核心不在于啊 他好不好色 他不跟不跟貂蝉玩 哦 他的核心在于 吕布反他 他对吕布不好 嗯 哎 他没有用好吕布 不能用人 所以吕布一反水 方天化吉普 给董卓给给捅了 说曹操好色 曹操好色远在董卓之上 哎 是不是 董卓那个确实是王允 照死了勾搭他 对 是不是哎 貂蝉照死了勾搭他 曹操这个不是 但是曹操为什么不死 因为每次曹操陷入绝境 眼看要完了 都有心服猛将就之 嗯 能出死力救他 所以能救曹操不死 所以毛宗刚先生 毛批三国批的好 说兴亡成败 再用人与否起 再好色不好色的 是 人家批的好 嗯 是吧 并不是说因为曹操好色 这人是个流氓 嗯 这人就不是一代雄主了 跟他没有关系 嗯 再好色你能用人 你也可以做一朝的人王地主 一朝的雄主 嗯 毛宗刚先生批 说吴王 吴王谁 吴王这个谁 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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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岳王勾剑 把西施 嗯 献给他 哎 西施说 霍乱朝纲 嗯 每天带着呼 夫差 玩 听歌 呃 跳舞 嗯 是吧 嗯 最后 好 岳王勾剑 十年圣据 十年教训 伐吴 把吴国给灭了 哎 说吴王夫差 到底 因为什么 灭国 说夫差 灭国的关键 说在吴子虚 哎 说吴王不用子虚 虽吴西施 异王 嗯 夫差 因为他不用吴子虚 没西施 他也得完蛋 那越国打过来 他也完 哎 说吴王 如用子虚 虽有西施 何妨 你看没有 哎 你要用吴子虚 这样的名教 你呀 有西施 没关系 哎 我觉得人家毛型 批的真好 要要要 要不然为什么说 这毛批三国值钱 过去就是会卖六十一本 那黑 是不是 哎 这玉批的 玉批的 嗯 乾隆批的十块钱一本 嗯 是吧 哎 不如人家毛批的之前 所以人家确实批的好 人家这个历史观就是 很正 能讲到点子上 哎 曹曹命 侦子 曹文明 帅五十甲兵 就余火取之 那用不了多少功夫 呼噜呼噜呼噜出去 呼噜呼噜进来 哎 就把这个张秀的沈娘 给取来了 丽于阶下 哎 曹曹督睁朦胧眼 晃离晃当 大伙琢磨啊 曹曹 曹曹 这个这个座派嗯 曹曹身高就六尺有余 咱们说了这个一尺是和现在 0.23米 和七尺米才一米六 六尺有余一米五几 小个儿 小胖子 小胖堆 小胖堆 又喝多了 大胡子啊 眯缝着眼睛 恨的留着哈喇子 丑态毕露 你琢磨曹曹这样 把样大了去了 正现德行 真是现德行 背着手 晃离晃当 打赢仗礼 出来到街下 这个 看这个张秀的沈娘 曹安民带甲兵 娶到这 曹曹闪目观桥 耶 果然是容颜美丽 各位 张秀的沈娘 多的岁数 张秀这岁数 比曹曹小不了多少 张继呢 五十多 笨六十 所以他这个媳妇呢 就说岁数小 打地也是四十多 肯定有了 四十多的女子 徐娘半老就风韵游存 但是您说再风韵游存 他也四十多了 但是架不住各花入各眼 曹子就耗这口 你知道一看四十多还高了性了 一看容颜美丽 曹操一手点指 说夫人 说夫人贵姓啊 剑妾 周氏 夫人 你可 使我 否 认识我吗 认识我吗 看看我这营仗 看看我这 这军威 你可认识我吗 周氏就深深的万福 说将军天位 剑妾就焉能不知 即知便好啊 我为夫人故 方纳张秀之想 不然而等 灭族已 威胁人 好 这面子给的 这人情送的 我是因为你 我才接受了你 你侄子 他们投降 要不然 全家一七九卒 全家死光光 也全得完 周氏 又是深深万福 剑妾赶将军活命之恩 今日一尽 我与夫人 子婆氏有缘 夫人哪 今宵 就与我晚同整席 他日夫人 与我还都 共享富贵 何如 不要脸到家 说实在 不要脸他妈给 不要脸开门 不要脸真到家 说的真不是人话 一老头 晚上喝多了 给人沈娘娶来 就站在营帐外边 关键是只给 你跟我睡觉吧 今宵 愿同 枕席 咱俩今儿晚上 一块睡吧 草草 大文学家 这时候不知道 说两句文言文 你顾不得 没有 金宵 愿同 枕席 周氏 深深下拜 说如此 见窃 就拜谢 将军 高兴啊 挺乐意 草草 伸手 砰 一拉 周氏 这胳膊手 把周氏 往起 这么一扶 这个另外一只手 往后 这么一打 那一次 那五十甲兵 加上豪安民都给我算了吧 拉着周氏 往回这么一走 趴一条帘 就把周氏 拉回到寝帐之中 刷 帘往下 这么一搁 第二天早上啊 想情博日 别呀 大太阳天 反正啊 全军一宿 闹得没睡着 第二天起来 反正是洗脸疏口 吃早饭 挺高兴 这个 接着喝呀 接着喝 跟周氏接着喝 周氏说呀 说这个将军 说咱们啊 不能在此久住 因为什么呢 你动静太大 你知道吗 你动静太大 在此久住 这毕竟是晚成之中 这个如果日子一久呢 这张秀就毕生疑心 而且呢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说出去 恐怕就招人议论 曹总说那简单啊 咱别在晚成里边住了 咱啊 你跟我 咱宜军上晚成外边去 本来呢 我也是驻军 有一半在晚成里边 剩下呢 还有在晚成外边 咱们干脆 咱都挪出去 这边去没屋 有啥区 我也住在外边 每天我在进晚成里边 我再看看张秀 我听他跟我说说公事 回来呢 咱俩在晚成外边 营帐里边 就咱们自个人 也有一些张秀的 这个降族 但是都已经顺响我们了 咱俩在晚成外边 营帐里边 咱俩随便喝 没人知道 你出入也方便 邹市又败谢 就如此 又过一天 曹操就率兵 已于晚成之外 曹操自居于中军 外边 曹军 十五万 违定中军 谁护着中军 就大将点威 护驻中军 行了 曹操踏实了 每日就与这 邹市取乐 天天喝高兴 这曹操可算得着了 邹市随了心愿了 太好了 也不怎么那么勾曹操心眼 一看着那么高兴 到底哪挠人 咱们不好说 不好说 你知道毕竟没看见法 曹操高兴 真喜欢 天天跟邹市 就饮酒取乐 就不思回许昌 就在这 就沙家帮就住去了 日子怎么一长 应刚才咱们说那句话 天底下就没有 不透风的枪 沈娘哪去了 天天的 是不是 本来呢 这个 作为这个 作为侄儿啊 沈娘这叫遗孀啊 你得给沈娘送东西 年供柴月供米 每月得送这个吃穿用肚 是 是吧 你老得去拜见 这个一来不在家 二来不在家 回回不在家 有个十天半个月 张秀就起了疑心了 沈娘干嘛去了呀 那有那个 长着嘴会说话的 是不是 五十甲兵 银业之间取走 呼噜呼噜 进来那么多人 跟杂动静 取得曹将军那去了 你党人都是 都是瞎子龙子 看不见 有呢 听见呢 就暴雨张秀 是这么这么这么 一回事 您沈娘就尽了曹营 陪曹子睡觉去 张秀一听 就勃然大怒气坏了 操贼就辱我 特慎 好 曹营带兵来晚城 我 府地请降 不费一兵一卒 我把城市陷了 天天请你吃 请你喝 我对你怎么样 我对你不烂 我这是真降 我也不是诈降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把我沈娘睡了 受得了吗 这城里边说实在的 咱们就退一万步说 你晚上你真睡不着 你跟我张秀说一说 我这一路的诸侯 晚成诺大之地 我还给你解决不了 各把问题吗 还给你安排不了这 是不是 你非得 非得找我沈娘吗 你打狗不还得看主人呢吗 如我太神 把贾许叫来贾先生 曹操这事 办得太不够糟了 太不是人事了 是 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我必要取那曹泽的 向上人头 方消我心中之恨 呜呜 贾许一听 贾许拿手一挡张秀 这嘴唇主供 此事不可泄露 我有一记就如此如此 各位 上回咱们说这个李觉国寺 范长安 贾许贾文和出来 那是早以前的事 十几回的时候说的 当时就讲 贾许贾文和 我心目当中三国演义 第一谋事 既无一策 是吧 平生所设计 无有不中转 三国演义这部书里边 除了贾许 没有别的任何谋事做到过 诸葛亮做不到 庞世元做不到 周公锦做不到 司马懿做不到 没人做到 只有贾许能做到 既无一策 既既重 既既重 无有不中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咱们说了 贾许就职业谋事 是吧 诸葛亮说了 当今之士 是吧 非但这个君择臣 臣义择君 高我隆忠 安肯 清身 是乱臣 诸葛亮不跟那帮 胡鹏狗打混 我等着我的主公来找我 贾许这不是 贾许职业谋事 职业经理人 跟谁干都行 专业出主意 专业跟谁干都行 我不管我主公是谁 我就给他出主意 这主意多混 这主意多坏 我不管 这主意行就行 对得起工资 只要对得起我的工资就行 这人好恐怖的 真的 也挺好的 说实在的 就是这个 就是贾许这么大的能耐 这么大的能耐 他在政治上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挑选和分辨 这个人呢 好 如果说他为乱臣贼党所用 坏人得正 这是要了大 要了亲命 这个破坏力是很强的 贾许就是这样一个人 前番 曹操兵封所向数万来了 兵底在浴水 劝张秀投降 也是他 打不过咱就投降 这回好 张秀说了 我必定要跟曹贼 一天二历仇 三江四海恨 不共戴天 我非得杀他不可 没事 主公 我跟你出主意 你说反正 还是他 贾许说 咱们就如此如此 张秀就暗计而行 到第二天 你甭等曹操 进宛城 找张秀了 每天曹操 进宛城 到府衙转用一圈 跟张秀谈谈公事 甭等曹操了 张秀出城 找曹操去了 到营中 曹操在跟邹氏大仗里 正玩呢 正喝呢 玩玩玩 前边有议事的仗 后边这是寝账 这是寝账 前边说了 张秀将军来了 跟邹氏说 等会我先上前边 先见你侄去 到前边 见张秀 张秀将军 今天怎么上这个 上这个 营中找我来了 有事我上城里找你去 张秀说 主公是这样 说这个 因为您的这个营帐里边 您的兵营里边 有很多新祥的部组 包括从我 这个宛城 编到您的编制里边的部组 这些人呢 有愿意接着跟您干的 有不愿意接着跟您干的 天下太乱了 觉得当兵也未必有出息 回家种地也是有的 所以天天跑人 一到宛马省 银夜之间 这祥族啊 就跑了 昨儿晚上又跑一堆 今儿有人来跟我一禀报 说昨儿晚上跑了三百二八个 跑了几百个降族 没事 我这十几万大军 那有什么关系 稍安无躁 没事 休得惊慌 张秀将军回城去吧 张秀回城 曹操接着上秦帐 跟邹市 接着喝 接着玩 第二天 张秀又来了 又求见曹操 曹操一看又来了 什么事啊 兵告主公 昨儿晚上这个夜里边这个部族啊 我们晚成的人啊 这个当兵的 又跑了五百七六个 又跑五百多个 没事没事 没关系 我这兵有的是休得惊慌 还是那套 不防 将军自回城去吧 第三天 张秀又来了 兵告主公 昨儿晚上又跑了七百四十九个 每天越跑越多啊 对 哎呀 今儿跑三百 明儿五百 后是七百 越跑越多 曹操一想 这也不是事啊 天天跑 那么以你之鉴呢 张秀将军 说主公以我之鉴 这个 这个我们晚成的部族啊 您把它呀 您把它调到您这大营的中间 您呢 让您的这个带来的这些人马呢 哎 这驻扎在外围 包住 包住他 包住他 这降毒就跑不了了 哎 跑不了呢 您每日操练教训 哎 日久天 这个年身呢 这个他也就不跑了 哎 这样呢 呃 就可以把这些 呃 我这的这些部族呢 全都留下为您所用了 曹操也没过脑子啊 一想确实也就是这么回事 行啊 啊 就这么办了 就这么办了 赶紧 赶紧行了 撤着我 赶紧玩去了 又上后仗玩去了 哎 就派人去传令 让张秀晚成的这部族就移屯到中军之外 曹操这大仗 中军大仗 在这中军里边还有园门 中军这园门外头就是张秀的部族 嗯 东西南北就分囤四寨 在外边 嗯 才是从许昌带回来 这个这些呃 子弟兵 是 哎 这些人马 来 张秀这些部族 各自宜兵囤扎好了 张秀暗自派人就告知各营的将领 叫客期举事 就准备好日子 某年某月某日再过几天到晚上咱们就举事 哎 跟这个贾许一商量 哎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万事俱备 就等举事 张秀这手下还有一员偏将 名唤胡车 嗯 这胡车 也是个义人 嗯 奇异的义 嗯 哎 说这位啊 能付700斤日行500里 嗯 有劲又跑得快 哎 和贾许张秀在一块商量这细节 张秀就说啊 说基本上都已经安排的差不多 嗯 各营的将领都已经通知好了 哎 而且呢 这个兵刃 弓箭 嗯 啊 甲兵都已经准备好了 嗯 嗯 我唯独还担心一劫 嗯 就曹操中军大仗 之外 嗯 有曹操心服猛将 就名唤点威 嗯 点威在这护着这个曹操的这个中军仗 嗯 哎 那点威坐下马 掌中一对铁戟 短霸 宾铁戟 好厉害 那对铁戟 我一瞅的大出了号了 好家伙 嗯 啊 就唯恐 无人是这点威的对手 会让那曹泽就逃得性命 嗯 咱们怎么对付点威啊 胡扯说主公无忧 那货 哎 是这样 点威啊 天天啊 哎 我看他呀 我也经常上营里边去 嗯 我看他也呆的白砖闹心 嗯 这曹操啊 天天啊 跟跟您沈娘喝酒 嗯 哎 底下这些个将领啊 无聊啊 闲偏呆呆着没事啊 也不知道干嘛 嗯 哎 曹操他们也不回军 许都 呆着也没事 哎 咱们啊 哎 让贾许贾先生 哎 过两天咱们到局势那天一天晚上 贾先生 请这点威啊 进城喝酒 嗯 他在营里呆着也没事 咱请他喝 点威这人豪爽好喝 嗯 给他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 我半座其营中的军事 我就潜入他的帐中 盗取他这对铁挤 嗯 一般人可拿不动 但是胡车是一人 付500斤 走700里 胡车有劲 我道德营中 我盗取他这对短霸 宾铁挤 点威无己 他如何与我厮杀 再加上他喝多了 他如何能护纳 曹德 嗯 张修一听太好了 就是这个主意 哎 这个传令 把这个弓箭 把这个兵刃都准备好 告示各营 哎 偷偷的东西南北 这私营管事 都通知好了 哎 到日子口了 到这个 晚不少傍晚时分 嗯 贾许 晃了一晃荡 嗯 就奔操营了 哎 在里边晃晃 碰见点威 请点威入城饮酒 点威正闲着没事呢 嗯 一看贾许先生 哎 点威也知道啊 这贾先生 哎 经常来这个营里边 而且呢 有时候还跟主公聊一聊天 从头一回跟主公一聊天呢 我看这 咱 主公就挺喜欢他 哎 对答如流 哎 这贾先生是个有能耐的人 哎 能说 有能耐 哎 挺好 哎 这个 这个贾先生 请上晚城 上府衙里边喝酒去 太好了 我天天跟这营寨里边带着也没事 点威跟嘉许 进城喝酒 就一醉方休 至晚醉归 嗯 愿问是些 到晚上喝大醉 鸣丁大醉 嗯 哎 回来了 有人护着回来 进帐哭腾往那一扔 哎 手底人赶紧给这个点威脱衣上啊 把衣人一脱 大辈子这么一盖 点威呼噜这么一打 地动山摇 嘿 睡着熬了 睡得这个美啊 那呼噜打的鼻听泡都出来了 哎 点威 这个这个营杖 就在曹操 就在曹操 这寝账边上 嗯 哎 边上 点威睡了 点威喝多了 曹操没喝多 哦 曹操现在没了 嗯 曹操每天喝 但是不喝多 哎 要的就是这个劲 你知道 七分罪 哎 要的就是这个劲 哎 当天晚上 那那甭说了 没有旁的事啊 哎 还是跟都是 饮酒作乐呀 玩啊 玩 哎 喝着这么喝着 天可完全黑了 哎 哎 月华星斗照耀 喝着喝着 忽然间 听得营杖之外 这中军杖外边中军原门之外 就有人喊马斯之声 人喊马斯之声不绝 呦 今天外边怎么这么乱啊 左右 啊 外边何人喧哗 哎 一会有人进来报 说主公 是张秀的兵马 晚成投降兵马 嗯 在这个咱们中军原门外边 在那巡营呢 哦 没事 哎 曹操不以为意 这心放下了 到二更天 二更天什么时候 按现代说 就九点到十一点 嗯 就二更天 哎 九点来中 嗯 到这点 忽然间就听得这营内 是一片的呐喊 呐喊声起 突然之间就看见 从这个 从这大帐里边能看见外边啊 草车上边 火星一闪 火就着了 起火了 起火了 呦 怎么起火了 曹操气坏了 嗯 啊 巡营的将士这么不小心吗 赶紧让人灭火 嗯 话音未落 就虚余之间 就看四面 就看四面火 干柴烈焰 照如伯咒一般 嗯 整个大营就照亮了四面火 起 喊杀声 不绝于耳 音乐之间正不如 人马多少就四面的涌来 如同 波涛奔涌一般 哗 啊 曹操这才慌 哟 怎么了这是 有兵族扑通通滚进来 跪在地上 说主公大事不好 张秀的兵马反了 点威将军何在 这时候才把点威想起来 赶紧命人与我换点威将军 曹操这晚上 跟张 给跟这兜氏喝着啊 这就是穿着内衣啊 跟着赶紧起来 往身上穿衣裳 叫君族去换点威 君族飞入点威的营帐好 一看点威跟着蒙头大睡 两三个君族扑过去 把这个被子这么一拉起来 抓着点威的胳膊这么一通的摇 点威将军 点威将军 大事不好 张秀的兵马反了杀入营来 点威这正睡着香 呼噜正打着痛快 银夜之间就被军事摇醒 一下这点威哗就一身汗 毕竟是上将 有这警觉性 酒就醒了大半 被子也让君族给掀了 点威蹭 从这床上蹦起来 君族一瞅好 赤条条无有清怪 你想那样一个猛事 晚上喝多了 不知道喝了多少 酩酊大醉 回来脱一精光了 就穿一大裤衩 身上再无寸履 身上没一件衣裳 脚上没有鞋 睡的正美呢 乱军从中这么窜起来 那还来得及顶盔灌甲 照抛书带 技甲蓝裙 拴杀事务 什么都没有 哪都来不及啊 只听得帐外是 喊杀声大起四面 不知人马多少 就向中军涌来 点威蹿起来 从床头这一伸手 要了亲命了 割床头这对短霸 宾铁脊 就踪迹不见 早让胡车给拿走了 我的脊呢 将军不知 脊没了 出去拿什么打呀 点威一挑 这仗帘 外边多少的火把 照如伯咒一般 就看张秀的军马 前面是这个 马军 一马 汤翻 数十计 从这外边 圆门 就充奔 中军账而来 点威账 后边就是操操勤证 点威这时节 哪顾得上许多呀 什么都顾不了了 一伸手 边上有这不足啊 刚叫点威 起床这俩从这俩的这个 肋下就撤出这俩人的腰刀 把这俩刀撤出来了 没有铁脊 只能是持定这俩腰刀了 一条杖帘 垫步拧腰 蹭 就跳至杖外 张秀的军马 无数军马就涌上来了 点威抡起这两把腰刀 趁身落体直往上冲啊 劈着扑持 劈着扑持 剑人就砍 逢马就舵 刹那之间就砍死20余人 从这圆门冲进来 这军马前边这20多个这个马军 虚余之间 就被点威砍的是人仰马分 好勇的点威 点威这时候急了眼了 甭说胡子立着 头发全立着了 眼就全红了 浑身是血 不着寸驴 手持两把腰刀 一边砍一边往前走 为什么 前面有圆门 你只有到了圆门这 你才能拒住这圆门所在 两边还有这个大寨的墙 圆墙 如果你冲不到这圆门这 对方人马尽力多 给你围了 你根本拦不住 后边这曹操 你根本就护不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点威 窜的这个大帐之外 窜的这空地上 他不能在原地等着 他得往前冲 马军从外边往里冲 他得往这马军的这个 从中扎 一痛着乱刀就砍死 二十余人 点威实在神勇 张秀 这些这个冲的前面 这些马军各自手持 长枪利刃 看见前面砍倒了一片 哭啥哭啥 这马呀 全都翻倒在地 后边这些马军一瞅 好 前面那是太岁临帆 阴夜之间火光照耀 在那站着 一位浑身之上 是没有寸甲遮身 就在那 无人能从他面前经过 后边这些马军 各代司刚 往回就兜 前锋砍死二多位 后边这马军 往回就兜 终究是怕死 点威 砍倒这二十余人 再往前冲 就拒住原门 各位 点威 就冲到原门这 这马军刚往后 这么一退 步军来了 步军这一来 要了命 一是步军人多 二是步军长齐 步军往前一走 这大枪都在前边 枪全在前边支着 原文是写 说枪如伪劣 这大枪啊 就跟这一支支的 芦苇荡似的 大伙看 芦苇荡里边 全是大尖啊 步军 卷地 也要来 这么往前走 大枪尖在前边支着 直扑点威 点威就拒住原门 双手抡着腰刀 接着在这看 扑扑扑 扒上气 扒上 又砍倒数十人 但是张秀人太多了 大枪尖往前这么一涌 点威身无片甲 原文写就身背数十枪 但是拒住原门死着 甭管你刺我多少枪 我就不躲开这门这 你就别想从我脑袋上门 迈过去 点威砍这一阵 低头再看 好 手里这两把腰刀 就卷了刃 刀这刃都砍圆了 刀没法砍人了 把刀 往地上一扔 从地上 啪 提起来俩死人 把俩军事给提起来了 揪着这死人脚脖子 抡死人打活人 前面再有人往上吹 抡着死人打 屁啦啪啦屁啦啪啦 原文写就 击死者八九人 又打死不少 张秀的兵马 有领头在后边一看 好了 妖精啊 太勇了 拒住原门 无人能过 怎么办啊 前面马军也过不去 步军往前走 上打死这么多 拦着 搂呀乱剑 遮他 唰 步军往后 这么一撤 弓箭手往前 这么一挺 就乱剑 飞黄 就如同羽下 一声帮响 千支箭万支箭就直传点威 点威就挥动掌中这俩军士 拨打凋零 这箭也不知道是射在点威身上 还是射在这俩早已经死了多长时间的军族身上 射在这俩人 加上点威浑身上下就如同刺猬一般 不知道背了多少箭 就拼到这个份上 就抡着这俩人点威依旧是死拒圆门 就在这时候这步兵 点威拒住圆门 这乱箭传点威 还有步兵从这边上 从这边上沿着这炸篮墙 有爬过这炸篮墙 有把这个圆门这营寨给掏破了 偷偷的从两翼涌进去 就潜至点威之后 超后路 超后路 点威这时候身背数十枪 再加数十剑 这时候挥着俩人 拨打凋零 精疲力竭 游自死战 所有的精力都在前面 再也没有精力顾着后边 说大将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说这时候还能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那是妖怪 那是神仙 不可能 点威正在拨打凋零 忽然间就看有步足 往前一窜 手中挺长枪 背后一枪 就直入点威的后心 背后一枪 打后心捅进去 前胸捅出来 这一枪 就看大将点威 手里这俩军族 跟次卫人一样 扑通通往地上一扔 仰天大叫树生 是血流遍地 扑通通 此时就栽倒在地 各位好可怜 大将点威 就死在宛城之外 占宛城 点威救助 点威往这一躺 人是王 半赏之内 就无人敢从原门往里走 就说点威 天威 犹在 吓得这帮张秀的将士 点威人 躺那已经死了 没人敢从这门往里走 曹操就仗这个功夫 诚得他的千里马绝影 打后边就逃得性命 奔后奔逃 所以咱们这回书 战晚成 点威救助 您看咱们这个三国演义 这回书里边 这个 要说临危救助 这种戏份 这种情节 还是真不少 是吧 真不少 这个 卫属 三边的这个主公 都有 你要说最早就是吴 祖茂救助 这个四水关 四水关外 孙坚孙文台 让华雄夜半截营 追得没地跑了 孙坚头戴赤金烈焰官 这赤泽红帽子 银夜之间 华雄的兵马在后紧追 祖茂说了 主公 你这帽子 太太太太黄眼 你把那帽子给我 你跑 孙坚逃得性命 祖茂奔至临终 就被华雄所斩 等于祖茂是救了孙坚一命 舍身救助 是吧 后来 小霸王孙策完了之后 闭眼而坐定江东 孙权 孙权当了吴主了 周太两番救助 前一番的时候 那小霸王刚平定江东 周太和这个孙权 俩人守宣城 也是的半夜 半夜那时候山贼频发 半夜山贼攻进来了 好 把这府衙都给占了 把城给击破了 周太半夜跑 跟点威差不多 周太也是 头上无窥 身上无假 冲到孙权的屋里 十来岁小孩孙权抱起来 给孙权抱到马上 一手抱着孙权 一手提着大枪 纵马向外奔逃 跟这山贼接战 身中十二枪 到后来金创崩裂 差点没死了 后来靠神医画陀 救了周太的性命 再到后来 孙权成了吴主了 和曹操汇兵于如虚口 孙权如虚口大战 就是甘宁百计 捷连营之后 这个孙权被曹子军马 就围在该心 周太杀了个三出三入 三入重围 最后把孙权给救出来 也是身背数十枪 后来回到江东之后 周太江养的差不多了 快痊愈了 孙权请满营重将 请大伙吃饭 吃饭喝酒 喝着喝着 说周太将军来 把衣裳脱了 我看看 看看到底救我 瘦了多少说 周太把这衣服这么一脱 说夫如客化 就盘根错节 全是疤 身上这疤就没样 孙权挨个一个一个指 说周将军 这一道是什么时候砍的 说这一道 我头一回进这包围圈的时候 谁砍的 那一道谁砍的 讲一道 有一道八 敬周太一杯酒 一大功 周太喝一大功 讲一道 喝一大功 讲一道 喝一大功 周太明丁大醉 打这往后 那周太进出 孙权送青罗散盖 后边有人 甭管什么时候 吴东立下给打把青罗散 以张旗尊贵 这是救我命的人 这是这个 这是吴主 淑主 刘备 刘备没有这种戏 救都是救他儿子 是 是不是 长板坡 赵子龙单计救主 七出七入 这不用多说了 还有呢 洁江夺斗 是吧 孙夫人 把小孩 鳄斗给带走了 要带回江东去 那 赵云滔滔江水之上 自己划个小船 追蹭 跳到大船上 那真是孤立无援 一身是难 是吧 昔日救主 在当阳 今日飞身向大江 船上无兵 激烈胆 长山 子龙 史无双 赵子龙 单计救主 是吧 昌万波 把这个阿斗救回来 扑通通地上 这么一跪 往上这么一线 万幸 把小主人救回来了 又被接过来 啪 地上一扔 为你这数字 积损我一员上将 赵子龙说 主公代我之恩 所以肝脑徒弟就不能暴力 虽然没救老主 救的是少主 是吧 您再到咱们今天这回书 点威救曹操 点威救主 这不是曹操第一回进贤情 曹操 这个破了洛阳 在后边 追董卓 被董卓击败 回来 中了埋伏 眼看让人逮住了 曹洪 救主 是吧 咱们说的呢 曹洪把自己的战马 给这个谁 给曹操 曹洪说的那句殆尽的话 天下可以无红 不可无功 我根本没拿我当你兄弟 我救的不是我大哥 这不是兄弟情 你是天下的英主 天底也可以没有我 不能没有你 再到今天 这个点威救主 是吧 再到后边什么 点威没了之后 那就是许楚 许仲康 护右中军 许楚救主 割须气袍于同关 夺船必见于魏水 夺船必见的时候 那全仗着 这个点威 全仗着这个许楚救主 是 背着曹操 上小船 拨打凋零 救了曹操性质 所以您看咱们说这个三国 魏蜀 这个三国的雄主 为什么人家行 还是咱们前面批的那个 能得人死利 就是说人家还是能用人 因为能用人 最后能三分天下 成一朝的人亡地主 是 这里边尤其 得说操操天下的雄主 要说呀 乱军从中 危难时刻 舍身救主 说这舍身救主时的壮烈 就无有超越点威者 一旅二照 三点威 四官 五马 六张飞 三国这部书里边 排名第三的上将 好可怜 点威将军 今儿就死在晚城 也多亏点威是 聚守原门 死后半赏 张绣兵马 不敢从原门经过曹操这才逃得性命 带着他长子曹昂 还有这侄子曹安民 骑上他的宝马梁居 这匹马叫绝影 大碗的梁马 大后边 银叶之间像旷野奔逃 玩了命的跑 从这乱军从中冲出来 狼狈奔逃 这个曹操啊 奔逃之中冲出敌阵连营 曹操右臂上也中了一箭 这个大碗两马 绝影 这马身上中了三箭 曹操左有长子曹王 又有侄子曹安民 再加上身边这些亲兵卫队 裹着他 卷着他 往外跑 往这白河御水奔逃 总算冲出张秀的包围 往外跑 张秀兵马在后边 银叶之间就紧追不舍 那能逃了曹操 给我追啊 杀曹操啊 赏千斤啊 卷地而来兜着曹操跑 眨眼之间 曹操就奔至欲水之盼 就跑到这了 好 还得说呀 曹操坐下这匹马 绝影 好厉害一匹马 嗯 你要玩这个这个三国志 光荣 KOEI里边有这匹 曹操有两匹两马 一匹绝影 一匹转黄飞电 嗯 是不是 跟这敌卢和赤兔一样 骑上之后都加速度 可厉害了 曹操这是天下的良居 大碗的两马 绝影好厉害 射水而逃 往前怎么一窜 就窜入浴水之中 涉水是直奔彼岸 曹操您这马是好啊 啊 这儿子 哎 跟着曹操 儿子这马也还可以 哎 侄子这马就不灵了 曹安民这马就不灵了 曹安民这马跑在浴水边上 也搭上 从大寨跑的浴水 几十里奔过来 要了命了 这马本身啊 也跑不动了 人困马乏 马到这也跳不动了 见水就不下去 不往前跑了 那可完了 哎 曹操和曹王这马窜过去 曹安民这马就停在这岸边了 那虚余之间 后边张秀就追兵赶到 追兵往上御用 那乱刀就砍死曹安民 砍如肉酱一般 气势哈啥就给剁了 侄子完了 哎 眼瞅着这个曹子和曹王窜过去 哎 绝影正往对岸这飞窜 咔 一箭水往前窜 一箭水往前窜 再一起来 突然之间 嗯 不知道哪 又飞来一只按键 呜 好 这一箭 咬了命了 射太准了 正射这绝影 这匹马右眼上 就穿进去 嗯 好 这一下 这马还活得了吗 疼得钻心啊 马一琢磨我死了吧 哭啥 眼看也窜到岸边了 嗯 哎 这绝影就死在河滩之上 哭 给曹操就揍下来了 啊 这马是倒地身亡 曹操躺在地上 哎 曹操往地上这么一躺 边上长子曹翁啊 曹翁这马还行啊 曹翁也窜过来了 曹操一看 哗 爸爸躺地上了 嗯 曹翁是翻身下马 赶紧把曹操掺起来 父亲 父亲 你上我的马走 我这匹马给你了 说曹操这时候还跟儿子客气 那没有那个 啊 张秀人马早已是涉水而来 是乱箭齐发啊 曹操也不打眼 翻身上马 快马加兵 啪 骑着曹翁这匹马 是再往北奔逃 曹翁是马是给了曹操 那曹翁就完了 曹操 这个曹操没影了 曹翁光靠腿啊 那哪跑得了啊 奔不了几步就被张秀追兵赶到 张秀追兵也射过白河 也过了这浴水了 追上曹操 还是照样 一通是乱刃分尸 把曹操也剁成肉泥一般 深夜之间曹操是射过浴水 往北奔逃 这时候天已经到蒙蒙亮了 再往前跑 四面八方 曹操稍微有点安心了 怎么呢 有曹家起航 残兵倒 再一看大将夏侯敦 徐楚许仲康 离点跃进 各自率兵倒 这时候曹操就心下烧安 这才收集残兵 终于我算保住一条命 这个聚集各位将军 把残兵拒一拒 突然间有人来报 说于晋造反 大将军于晋造反 曹操说 于文泽怎么能反了呢 说于晋 砍杀自家的兵将 杀了不少青州兵 在前边整兵列队 于晋反了 曹操不明白 但是乱军之中 来不及分辨 命手下这起原将夏侯敦 徐楚 离点跃进 是速整兵营之 往前就是于晋的人马 于晋人马 见曹操大兵赶制 命令手下的兵将 是射住阵脚 于晋一看 曹操来了 不过来见曹操 不过来败回曹操 让手下兵将 摆一字长蛇大阵 弓箭手 射住阵脚 就凿欠安营 挖好了壕沟 营寨立好了 一字长蛇大阵 立好了 射住阵脚 有人问于晋 说将军 说主公到了 何不上前见驾呀 我听说有人在主公面前 说您谋反 何不上前分辨 于晋说分辨事小 是退敌事大 此时正在危机之中 是不容分辨 就在这时候 张秀追兵赶制 于晋是整兵出营 和张秀的追兵 就短兵相接 曹操手下这些大将 下后盾 许楚 李点月晋一炒货 人家于晋 列好了兵 人家攻张秀的追兵去了 人家没反 人家还是跟张秀 这帮人打上了 这些人兵和一处 将打一加 回过头来 夹击张秀 张秀就为之大败 败退百里之外 等把张秀的兵马杀得大败 于晋再来见曹操 曹操问了 文泽 适才兵马已至 为什么安营扎寨 列好了这个大阵 射诸阵脚 而不速来见我呀 于晋就把刚才 跟手底人说的 跟曹操怎么一说 说我分辨事小 是退敌事大 曹操给于晋 是高条大指 说将军于匆忙之中 整兵兼累 任棒任劳 反败为胜 虽古之名将 就何以加字 文泽就是这仗 打得漂亮 等回过神来 曹操收拾残兵 稳住阵脚 这才在御水之边射灵 是祭典大将 典威长子曹昂 侄子曹安民 还有索齐这批 大碗两马 绝影 这才是曹操 一打碗城失败 就起兵回许都 这才有原公路 大起七军 曹梦德会合三将 曹梦德要二打碗城 贾文和 廖敌决胜 夏侯敦拔剑弹精 博门楼 吕不允命 青梅煮酒 论英雄 关公 囤土山 约三世 展燕良 朱文筹 过五官 展六将 精彩的回目 咱们后十回接说 郭谢您各位 是继续 花钱 几百 元 词